请问一下有没有可能把这个钥匙直接放到瓶子里面去 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 我告诉你有可能 把这个瓶口敲破 敲大一点就有可能放进去 但是魔术是不干这么无聊的事情 接下来请你仔细看 不可思议的现象即将发生 我要把这个普通的钥匙 放到这个啤酒瓶里面 让你回家都回不了 好怎么玩 仔细看 接下来就是不可思议的时刻 打开箱子 从这个位置不要粘迹 接下来就是不可思议的时刻 从这里 1 2 好 来看一下 是的 你没有听错 没搞错 钥匙进去了 来看一下 是不是在里面 手上没有第二个钥匙了 非常经典的小木座 什么成绩 成绩 想办想象 教学 这是刘谦老师在电视上表过的一个非常经典的魔术 这个钥匙确实要比这个口大 它是绝对进不去的 但是刘谦老师就能把它放进去 而且他是现场找一个观众拿的钥匙放进去 这就更神奇了 其实现场的那个观众是他的助眼 俗称拖 开玩笑 其实是助眼 就像表演大型魔术 一样要有助手 这个魔术才更加的神奇 其实助眼就是助手 来 直接教学 助眼给他的钥匙是可以 来看一下 看到了吗 折叠的 看到吗 那夜深 就直接可以塞进去 当然如果塞进去 就不好拿出来了 就不放进去了 来 喜欢的观众 我想了 带点按摩住